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部宇室比較小 目前就只剩屏東的林邊 還有一些部分路斷水 還沒有完全退去 不過就在昨天 臨近的鄭安村長以及代表 到附近的防水閘門來視察 赫然發現防水閘門 遭人給去斷 懷疑會淹水不是天災 而是人禍 先帶您看看視察過程 國軍也陪同堆起了太空包 來幫忙補牆 他們發現這個防水閘門上面 是有被鋸斷的痕跡 懷疑有沒有可能是附近的農田淹水 把這個水抽起來 直接就灌進了村裡面 才會導致淹水 那麼從這幾天的影片來看 可以看到包括了道路 還有一些農作 其實都是泡在水裡面的 只是防水閘門 遭人給鋸斷 已經是涉及了大家的安全性 目前他們也將搜證來追查 到底誰是幕後真凶